鳴山的綠燈前駕駛走你往身上撥一下 妳往身上撥一下 回復電子上撥一下 按下綠燈前駕駛走您往身上撥一下 它會恢復電速 它也支撥我們 恢復到您剛才設定的60 酷壁了 原來ACC是這樣作動 那... 人家說你的排話叫做跟車嘛 對 他快你就快啊 他慢你就慢啊 那只是... 最高還是看你設定的速度 大概前面綠燈差不多就可以回來了 OK 所以他顯示紅色是因為他的前車距離近了 很好 市區...如果你遇到這種... 要左轉的車輛 你都要留意一下 因為有些是停一半而已 對 像這種狀況... 你都要觀察車... 到底電腦不是能放到人道 是 對啊 所以市區有很多奇奇怪的狀況 所以... 通常原廠都不建議在市區使用 嗯哼 如果我開Auto後的不會影響嗎 應該是不會吧 試試看啊 因為我沒有... 試過在斜坡的差異 因為這條路都是直屏 對... OK 所以我可以撥一下... 往前撥一下... 然後他又會往前跑一點點 有可能... 可是他在靜止... 所以我現在... 摸一下... 準備我回轉喔... 可是我前面沒有車的話... 他就不會... 前面沒有車... 你... 定60... 前面沒有車的話... 就60在巡航啊... 喔... 原來如此... 他就是定速系統 像這樣子作動... 這樣子他馬上跟我說... 前面騰進是... 這個是... 他原本的雷達... 你那個... 你那個... 停車是小雷達... 好... 現在開啟定速... 重新恢復定速... 不過建議... 走內線啊... 摩托車... 很飄移啊... 重燈喔... 去到來... 那邊開啟定... 你做到這一步... 前面停在車... 空 Side... 晚上... 當坐... 那麼... 坐在這裡... 趕快進來.. 那邊平衡... 是嗎... 感谢观看 所以开启ACC之后 现在目前是定速 这个功能就现在是定速 现在在测试 奥迪A3 装ACC功能 其实 我把车距离调成一台车的距离 然后其实还感觉 非常安全 我脚完全没有踩油门 跟刹车 然后 它自己会 判断跟前车的距离 你看我现在前车 插车了 我也慢下来 所以非常轻松 一个非常推荐 也非常 觉得很 加装之后 觉得这个钱花得值得 所以很放心 看看 萤幕可以显示 而且 现在在下班时间 所以根本 它就是才走走停停 觉得这个功能也非常方便 所以 如果只是跑得快的话 车流很顺的时候 其实 以为只是这样 可是没想到这样子 现在这样 使用起来 非常 平稳 所以感谢 金波先生的推荐